2020年,香港癌症資料中心發現肝癌在香港排行第五常見的癌症 死亡率較高,排行第3度 因為香港很多朋友都有月形肝炎,影響到肝硬化 所以肝癌在香港也很常見 早期肝癌未必有任何症狀,因為肝狀沒有任何神經線 開始有肚痛或腹部積水時,肝臓功能有一定影響 腫瘤有大量的大量 所以早期肝癌通常都是用檢查形式來發現 早期肝癌的大量比較小,小於2cm 數量較少,少於3粒 亦沒有抗散或入侵到主要血管 通常用手術把腫瘤切除是最好的治療方法 如果腫瘤都偏小,有另外的方法 例如射頻消融或微波消融 能夠將整個腫瘤消滅 都是一個很好的治療方向 如果將所有腫瘤清除五年的存活率 可以超過一半 肝臟切除手術都是全身麻醉來做 我們要控制到肝斷的血管 然後將有腫瘤的肝斷切除 以往我們要用傳統手術刀 皮膚傷口比較大和痛 所以康復的時間可能要一個多兩個星期 現在隨著技術的進步 其實很多時候都可以用微創的方法 來做,肚皮的傷口比較少 出血量也比較少的時候 病人的康復時間就會短一些 微創手術不是每一位病人都適合的 例如腫瘤很大至5-6cm 或者很近一些主要的血管 為了病人的安全 或者要清除所有的腫瘤 我們有時都會選擇用傳統手術刀 不過隨著技術的日出成熟 在一些比較困難的肝斷或大型的腫瘤 其實現在我們都可以用微創方法 來完成手術 以往很多朋友都會覺得肝臟切除手術 是很複雜的 例如很多血管、膽管需要控制 流血量比較多 又擔心微創的安全性 但其實現在微創的儀器和技術都有所進步 對於血管和膽管的控制 和傳統手術都差不多 因為肝臟切除手術都是一個大型的手術 做完手術之後 都可能有些儀器去接駁 來監測衛生指數 肝癌的腹發率都比較高 因為大部分肝癌病人都是瘤型肝炎 或者是丙型肝炎大菌 其實整個肝都會受到這些肝炎的影響 而細胞也不會很穩定 所以我們會建議 做完手術之後頭兩年 比較緊張一點 半年之後 我們要抽血 看著肝功能 癌指數 和定期要做顯影的電腦掃描 看看剩下的肝臟有沒有癌症的復發